安平渝光岛艺术节将会在周六三月二十七号登场 很多人都很期待 这一次的主题是安期之雨 一直会到四月十八号为期二十三天 我们的场先带您来看 渝光岛艺术节周六就要登场 以大自然文化部将呈现十二个 现地创作的艺术作品 像是这个竹林之间 在树林中吊挂着许多的编织座椅 在微风徐徐下摇晃着相当惬意 来到这里也能在傍晚的时候 慢慢享受夕阳的美好 而这个作品起伏 就像是个凹陷的枕头 打造出悠闲的氛围 让大家到这里走走散散心 也能拍照打卡留下回忆 而渝泉则是以前的捕鱼工具 这个泉屋让人就像鱼一样走入了渝泉 我们谈谈准备好了 欢迎来到这个旧名叫做三昆山的地方 渝光岛来做最好的一个休闲活动 3月27号开幕当天 音乐诗人雷光夏将在海风和夕阳的陪伴下演唱 为安期之雨开启序幕 渝光岛艺术节期间还有规划周末市集 3月27号到4月18号一共23天 要在台南安平的渝光岛疗愈登场 华社新闻城市长黄瑞玲 刘汉生台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